我们再来看到原住民级的县议员柴仪静 在定期会上咨询县政府 为渔民解决机械设备养护 以及港澳硬体设施损坏困境 即需要县政府农业处与建设处 编列足够的预算来进行养护修缮 同时另外再针对了农田灌溉设施缺水 会影响到明年春耕的准备 农民是感到焦虑 县议员柴仪静在定期会咨询师指出 新色小湖船澳 翼船道 以及周边设施的老旧不见改善 新色海堤的灾修工程 当地居民反映设计的不良 港口十堤坪 海盗田的灌溉设施 历经多单位的会刊 目前仍然没有灌溉设施的供水 农民对于春耕感到焦虑 新色海堤的部分 从前年开始有编列经费 两百五十万 今年因为灾修的部分 有争取到三千多万的经费 所以我们希望在新色海堤的部分 可以做彻底的改善 在我们的小湖船澳的部分 也历经了三四年的期间 目前规划是在翼船道的部分 还有周边设施的改善 民众非常期盼的在厕所的部分 经费有没有到位 那今天的质询的回复当中 经费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土地的取得的部分 会跟相公所 丰滨相公所来做沟通协调 在我们基齐的部分 这翼船道也云诺了 会来尽速做修缠 那在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重大建设 聚会所以及我们山海剧场和风雨计划 那在聚会所部分 我们就针对寿风聚会所 还有光荣聚会所 已经取得了两千万的这个经费 那也非常开心 也很恭喜我们的寿风聚会所 多年努力之下呢 我们在12月的时候呢 可以来进行这个动工 那在光荣聚会所部分 目前的流标的情况 县福也云诺 会尽速的来协助改善 那在凤林的部分 因为这几年 一直还没有聚会所的成立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困难点找出来 请教育处以及原民处 尽快的协助我们聚会所的用地的取得 另外在水的灌溉的部分 不断的提出在石梯坪的 我们海稻米 我们港口的这个稻米耕座 目前没有水 明年的春耕 现在我们的灌溉设施的损坏非常严重 那今天也得到非常好的答复 原民处和农业处会相互沟通协调 那我是强烈要求 今年要来恢复我们灌溉用水的 这个设施设备 我们当然知道农水署这边呢 有可以来协助的部分 但是因为报灾修 我们要等到核定的时候 或许今年没有办法那么快 因为我们目前得到核定灾修的部分 是八月份的台风的灾修的工程 有核定的 所以民众是没有办法再等下去了 每天都非常的提心吊胆 到底明年度可不可以再持续的耕作 好不容易去建立起来的品牌 还有维护的环境 一直在推动的身穿离海 可不可以再延续下去 希望这个建设赶快完成 不要对我们的农友 还有我们族人造成很大的打击 蔡英建议员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详细了解目前的情况 给予协助解决民众的需求 记者林杰华林市采访报导